夺权失败的孙亮惨遭废处 被权臣孙称贬为快捷王 国不可一日无君 孙亮没有子嗣 除孙亮之外 孙权的儿子还有两人在世 即五子孙奋和六子孙修 孙权的这七个儿子 最不得逞的就是孙奋和孙修 早年孙权喜爱长子孙登 从孙权被封为吴王的这一年起 孙登就是王太子 孙登的老师是大儒成炳和士林领袖张文 诸葛克 张修 顾潭 陈表 这几个东吴国内最出类拔萃的官僚子弟 都是孙登的侍从和宾客 太子宫的配置堪称极尽实话 次子孙绿同样很受孙权器重 实在 权器爱之 孙绿十六岁就被封为建昌侯 十八岁遗住半周 拜镇军大将军家杰 受开府治世之权 在得逞程度上 三子孙和毫不逊于两个哥哥 出门在外 孙权经常将孙和带在身边 从小到大 孙权赏赐给孙和的衣服和珍宝 数量是最多的 没有哪位皇子能与他相比 这让孙和在孙绿和孙登相继去世后 轻松拿到了太子之位 次子孙霸仅次于孙和 孙霸获奉鲁王 与孙和被策略为太子 是同一年 孙权对孙霸更多的是一种纵容和溺爱 这直接导致了二宫之争的爆发 随着孙和遭流放 孙霸被刺死 孙权晚年又将所有的父爱 都庆祝到了小儿子孙亮身上 并最终将皇位传给了孙亮 总结起来就是孙权中年 喜欢老大老二 老年喜欢老三老四 晚年喜欢老七 至于老五老六 孙权根本就没拿正眼瞧过 从他们的婚姻上 也能看出明显的差距 孙登的妻子是周瑜的女儿 妾室是奋武中郎将 丽阳侯瑞玄的女儿 孙绿的妻子是太长潘骏的女儿 孙和的妻子是张昭的孙女 奋威将军张成的女儿 孙霸的妻子是大四农刘姬的女儿 孙亮的妻子是全从的唐孙女 太长魏将军全上的女儿 这其中哪一个不是名门之女 哪一个不是东吴的开国功臣之后 可到了孙奋这里 规格历史就下来了 孙奋的妻子是袁耀的女儿 袁耀是袁树的儿子 当年袁树死在寿村之后 他的家眷都去投奔了卢江太守刘勋 后来刘勋被孙策击败 袁耀就作为俘虏被孙策带到了江东 得益于汝南元氏的生袜 再加上袁耀的姐姐让孙权纳入了后宫 袁耀也被封了一个郎中的虚职 袁家在东吴无权无势 自然无法与以上几位官场大佬相提并论 可以这么说 孙和孙亮这些人遇到事情 多少都能从老丈人那儿沾点光 而孙奋的老丈人呢 不沾孙奋的光就不错了 不过孙奋也不必因此而感觉低人一等 因为孙修比他还不如 孙修娶了朱俊和孙鲁玉的女儿 要知道孙鲁玉可是孙修的亲姐姐 三国之明确记载 孙修朱夫人朱俊女 修子公主所生也 朱氏应该管孙修叫舅舅 而且是亲娘舅 两口子 南方的父亲与女方的老爷 竟然是同一个人都是孙全 这不是自产自消吗 虽然东吴在李治 官治和兵治等诸多方面 都与卫书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隔背同婚 近亲结婚的情况时有发生 比如孙全就承拿自己的表侄女为济世 但如孙修和朱氏一般 血缘关系尽到这种程度的 还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方面 刘备堪称楷模 当年刘备攻占益州 很多人都劝刘备去挂居的吴氏为妻 因吴氏的前夫是刘章的三哥刘茂 刘备认为自己与刘茂同为汉皇后裔 算是同族 就一直不同意 最后还是在法政的劝说下 刘备才答应下来 相比刘备 曹操明显要开明很多 他曾让养子何彦 娶自己的女儿 金香公主为妻 后人多评价曹操 肥水不留外人田 属实会玩 可这只是善意的调侃而已 何彦与金香公主 毕竟只是名义上的兄妹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与孙权比起来 曹操又如何担得起 会玩二字 随随便便 打发了事的婚姻 折射出孙奋 孙修 不受孙权待见的无奈和心酸 孙权与他们的父子之情 在史书中没有任何描写 他们的成长经历 近乎一片空白 既没有官职 也没有爵位 直到公元252年 也就是孙权去世的当年 有感于孙亮泰国年幼 一头打压本土士族 扶持宗亲势力的孙权 才分别给孙奋和孙修 赐封了爵位 其中孙奋为齐王 驻于武昌 孙修为狼牙王 驻于虎林 四个月后 孙权去世 诸葛克受命脱孤 掌握了朝政大权 诸葛克锐意被罚 不想让占据长江沿岸 军事要地的诸侯王们 干扰他的战略部署 就以孙亮的名义下诏 命孙奋签至豫章军 孙修签至丹阳军 孙修不敢违抗 当即举驾搬遣 后友因与丹阳太守李恒 难以相处 依据到了会计军 相比老实巴交的孙修 孙奋就刺头多了 他公然抗命 赖在武昌不走 有多次违背律法 扣出怨愤之言 诸葛克亲自给孙奋写信 威胁他要试食物 以罗王孙爸为前撤之鉴 不要等到大祸临头 再后悔就晚了 孙奋建信后大为恐惧 立刻离开武昌 不过孙奋到了豫章 仍旧恶心难改 整天游玩涉猎 对府中的官员已指气势 下属们都难以忍受他的顽劣 一年后 诸葛克被孙俊刺杀身亡 孙奋闻讯后 历史起了不成之心 他私自率兵 感到无虎 企图就近观望局势 一旦戒业大乱 他便可以趁机收拾残局 掌控朝政了 七国府向谢慈赶来劝谏 孙奋大怒 将谢慈处刺 不过孙奋盼望的大规模动乱 并未出现 孙俊成功稳住了局面 他将孙奋夺绝罢官 便为平民 流放到了障碍 直到孙亮亲政之后 才奉孙奋做了障碍后 如今孙亮被废 按照有顺序 应该有孙奋几位 但孙奋劣迹斑斑 名声太差 朝中的大臣们 多数主义孙修 典军时政第一个站出来 劝孙称 用以孙修为帝 孙称同意了 派宗正孙凯 和宗叔郎董朝 前往会计郡 迎请孙修 从小到大 孙修没有一天 得到过父亲的宠爱 他的生母小王夫人 也很不受孙权喜欢 当年 太子孙和的生母大王夫人 在不恋失去时候 宠冠后宫 大王夫人性格强势 锋芒外露 小王夫人为了躲避她 只好忍气吞声的主动离开 从建业搬到了公安居住 小王夫人离群所居 没有得到孙权的挽留 几年后 她就这样孤零零的 死在了异地他乡 也仍是无人问津 多年的委屈压抑 造就了孙修 田径淡薄的性格 她早已心如之水 没了任何失望 只想平平安安的活下去 在孙修看来 黄卫伦也轮不到自己头上 于是 当孙凯和董朝表明来意之后 孙修根本就不相信 孙凯和董朝竭力劝说 孙修还是满腹狐疑 认为其中可能有诈 孙凯和董朝一连在狼牙王府 住了两天 嘴皮子都磨破了 孙修才勉强答应动身 但一路上走得很慢 等到达取恶时 有位老翁拦住了孙修的车架 对他说 事情拖久了就会发生变化 天下人都阴阴期盼着你 希望陛下加快速度前进 孙修认为老翁说的对 要么就坚决不来 既然来了就不该再心存一律 犹豫不浅 于是一行人全速细行 当天就感到了剑业郊外 孙称的三弟五位将军孙恩 率领文武百官 错拥着皇帝的拦架前来迎接 孙修谦虚推辞 不肯上车 孙恩捧着皇帝洗手 与群臣一再叩情 孙修一连词让了三次 才答应 众位诸侯将相 共同拥戴寡人 寡人哪敢不承受 天子殷息 于是登上遇念 使进监业城 孙称亲率建卫军 在城门外跪拜迎接 孙修也恭敬的下车还礼 公元258年10月18日 孙修在皇宫正式登基 至尊生母小王夫人 为敬怀皇后 改年号为永安并大赦天下 这一年孙修23岁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夏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